莫里斯手肘重伤,将决阵6-8周,表面上看,广东南篮遭遇了重大打击,这是因为广东南篮对莫里斯的期待很高,希望他能打出颠崩水准,弥补球队内线短板。 实际上,莫里斯再次受到重伤,对广东南篮来说可能是好事,因为他们能够再次寻找大外援了,作为北京篮篮四年三冠重城,颠崩时期的莫里斯是CBA顶级大外援,莫里斯在篮下有一定的攻击力,中距离投篮更是神准,他凭此招多次杀伤广东,再方手段也能起到大闸的作用。 莫里斯的篮板球也抢得不错,吃过太多莫里斯的亏,广东南篮也被打服,从而牵向了他。 遗憾的是,加盟广东南篮之后,莫里斯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实力,对阵广上的两场热身在,莫里斯分别只拿到7分和13分,得分少。 莫里斯在比赛中的表现更不堪,进攻端非但打不动伯洛西斯,连本土内线胡金秋都搞不定。 防守上,莫里斯被伯洛西斯从3分线碾压,到篮下的镜头让人记忆深刻。 以莫里斯在这两场比赛中展现出的实力,他想重返巅峰已经很难了,处于这样的状态并不意外,因为莫里斯已经一个多赛季没有打球了。 2016-17赛季,因为伤病,莫里斯缺席了将近一半比赛,数据也相当糟糕。 2017-18赛季,莫里斯惨遭北京南篮气肉,一个赛季被打球,年龄大,伤病又多,莫里斯一度难以找到下家,只有谎,都给了他机会。 然而,莫里斯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准,就算没有伤病,也可能被广东南篮抬掉。 莫里斯伤愈付出之后,就算能恢复目前的水平,也难以帮广东冲击总冠军。 在这种情况下,广东南篮与其寻找救货外援,不如重新签约一个大外援,也不妨优质人选。 由亚洲第一中锋的哈达迪,就可以满足广东南篮的需求。 哈达迪身高达到2.18米,是个进攻以篮校为主的大个子,与喜欢投篮的异建林能够完美融合。 更为重要的,哈达迪防守能力出色,能从到内线防守大炸,把异建林解脱出来。 过去几个赛季,异建林往往被用来应顶对方的大外援,导致无法在进攻端发挥出全部威力。 哈达迪也证明过自己的实力。 在亚洲赛场,他曾率领伊朗南篮先搬中国南篮,拿到亚锦赛冠军,因为在内线有反复不当之勇。 哈达迪获得了亚洲第一中锋的称号,去NBA打过球,进入CBA之后,哈达迪一直维持着顶级水准,帮四川南篮拿到过总冠军。 在CBA这个范围内,哈达迪堪称最实用的大外援,他的防守足以让任何球员胆寒,能被当成冲冠核心来用。 哈达迪的缺点也很明显,有时打球不卖力,年龄又大了,这是哈达迪被四川南篮器用的关键所在,也导致他迟迟无法在CBA找到新下家。 如果仔细分析,就会发现这两个缺点,并不是想象的严重。 着实,哈达迪又出公布,出力的时候,上赛季在四川就有过。 然而,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四川送走一批球员,陷入重建模式,战绩糟糕透顶,哈达迪也没有了奋斗的动力。 四川渡冠赛季,哈达迪比任何球员都拼命,倒地就球的场面让无数人动容。 今年亚运会上,伊朗南篮依然有贞观希望,哈达迪几乎每场都很卖命,伊朗南篮也进入了决赛。 在与中国南篮的较量中,哈达迪依然表现高光,拿到17分时篮板,因为哈达迪无法阻挡,伊朗南篮一度领先16分,周琪王哲林等人根本无法防住他。 幸亏,伊朗进哈达迪一个强点,中国南篮施展车轮战,把哈达迪消耗到没有力量,才拿走最后的胜利。 从亚运会上,不难看出,哈达迪依然具备顶级实力,还有贞观斗志,选择哈达迪这样的护方形大个子,广东南篮才能真正弥补短板,从而变成贞观热门。 感谢观看